川普他正式的接受了共和党的提名 正式的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了 所以因此当他在发表演说的时候 大家更是洗耳恭听 那当然很多的媒体也赶快做记录 那么一一把他的摘要来披露出来 但今天我们要聚焦于什么呢 我们要聚焦于他讲出了 他对于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三战的看法 这个里面还提到了台湾 他说战火正在欧洲中东肆虐 越来越多冲突阴影笼罩着台湾 北韩菲律宾和整个亚洲 我们的星球正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而因为现在的武器 这将是前所未有的战争 那么所以一方面他才提到说 现在看起来冲突持续在加温了 但是他只是想要强调的是说 如果是总统的话 他当总统三战不会发生 那么此外呢 那大家就关注的说 你讲到了台湾 你是不是持续的针对中国 再吵中国威胁论 结果你看 好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 他又把它提出来 中国病毒来说新冠疫情 那结果呢 这个里面你不觉得 就对于中国又更具有针对性了吗 好我先来请教一下蔡委员 因为委员今天也非常的仔细 听了川普的这一场演讲 蔡委员 川普的演讲 坦白讲又臭又长 为什么说他又臭又长 了无新意 他没有什么新鲜的政策 他也没有什么新鲜的概念 也没有新的方向 还是打他的所谓的 仇中反中的老把戏 然后再把民主党给骂一顿 就这样一个两个方向 那民主党要骂的东西可很多了 什么非法移民 什么一大堆的事情 他这整个里面 有没有给美国一个新的方向 他只唯一可以谈得上新的方向 他保证他当美国总统 世界战争不会发生 但他没有说 怎么拿来防止 他不会发生战争 他特别提到说 未来的战争可能前所未有 哪一场战争不是前所未有 俄乌战争很多的打法 以前没看过啊 这个以色列打加萨走廊战争 以前都没看过啊 所以每一场战争 都因为新的武器 新的战法 新的环境 会有前所未有的战争 然后他期待台湾 北韩跟菲律宾 跟整个亚洲会捡进去 他论了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跟北韩打算嘛 跟菲律宾打算嘛 连跟台湾打都不算 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好 问题回来了 你美国要办理什么角色 你要办理保护者吗 还是收保护会的保镖 这两个心情是不一样 保护者又高又大 又高大上 然后所谓的保镖 就收钱办事嘛 那现在你连那个什么 美国的密群集的角色都还不如 密群集角色就领心 谁保护你川普也被保护得很好 那你现在你当台湾的保镖 菲律宾的保镖 你当然没有跟菲律宾收钱 可是你要跟台湾收钱 好 没有关系 看多少钱 我们大家来做个交易 也没有关系 可是问题来了 你这个总统是这样当的吗 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也许在美国的内政 你会因为把所有的非法移民 都送到海外去 送回家去 可以解决美国自己内部问题 是这样子吗 那可都不一定了 所以对于他今天的演讲 我说谈不到心理 整个闻的都是一些腐朽味 然后顶多是骂个中国 说新冠疫情 叫中国这个病毒而已 那整个演讲最后标题 是中国病毒 你们很好笑吗 没有方向感 那又长 大概是有史以来 共和党总统提名人 讲得最长的 我曾经参加过一次 那个共和党提名 那个McQueen 因为没有选上 他讲话很精简 有要点可是没那么长 可是他突然之间 因为变成英雄 大难不死 他欲罢不能 欲罢不能 听说稿子是修改过了 是等因为枪击案之后 他重新修改了 所以讲得漏漏场 我想这个美国电视 在转播的时候 我相信一定会非常的疲惫 下标都招不到焦点 可以看到这种情形 那我们就祝福他吧 看他能够玩出什么心把戏 但是很明显的 今天台湾股市跟美国股市 都是用跌幅来反映他的演讲 可是蔡委员你看 好像他身边周遭围绕的一些人 或者甚至我们在想 他到底接下来他要用谁 一旦他当选总统入主白宫 难道又要用类似像 蓬佩奥那样的人吗 或者是像是卢比欧这样的人吗 那我们看一下 共和党的这位佛州的参议员 卢比欧 他现在就说 台湾其实面临生存威胁 这代表台湾应该要增加 国防支出川普如果能重回白宫的话 他预料川普会继续的支持台湾 尽全力的防止中国入侵 而CNN其实就有在分析 他说川普跟范斯这个组合的胜利 能不能投诉美中台的关系 因为他里面提到的说 川普范斯他们对中国大陆都不抱持好感 那我们其实听到在今天川普的演讲 确实是如此 很具有针对性 那他的分析是说 因此经济外交相关的政策 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因为可能是不是会真的 沿袭拜登的这样的做法 川普就任期间把北京都视为对手了 所以等到他一旦上任的话 他可能比方说之前是发起了贸易战 接下来是要一个更凶险的贸易战 或者是还有其他的做法 只是CNN的分析是说 这个经济方面外交方面 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可是川普的性格会这样吗 拜登怎么做 他要沿袭照那样子的做法 这好像不太像拜登 不像川普 你这个判断是对的 川普会使得美国对中国政策 越来越不理性 因为拜登延续着川普的政策 对中国打压这个什么科技 贸易等等 效果不脏 太明显的效果不脏 而且自己美国伤痕累累 那这样的明显是一个 不理性的一个政策 但是川普会不会更不理性 会的会更不理性 以他过去的作风 那你说川普跟范斯这一对组合 对中国有很多的敌意 没有错 美国有好几个总统 对中国都有很高的敌意 但是有时候在现实利益面前 他们会做重大的妥协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尼克森 尼克森是美国有名的反共大将 在美国的时候他还曾经捏造编造各种证据 把很多他认为是有参加过左派活动 共产主义活动的人送进监牢 就是尼克森反共大将 可是当他再度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 因为第一次选苏盖莱迪 第二次当选了美国总统的时候 他干了什么事 他主动跟中国友好 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从中国那边取得 重大的战略利益 想要来对抗这个苏联 所以美国是可以在战略利益 商业利益底下改变他的 所以美国人会仇恨谁 就一定要这么做 没有错 正常情形底下是这样子 但是美国不是一个正常的 情形的国家 他会为了战略利益 商业利益 去做有所的改变 举个例子 拜登以前被认为是跟欧洲 最友好的一个美国总统 上任的时候 你看那个欧洲很多领袖说 哎呀还是拜登好 川普不好 川普对我们多坏 都坏 就拜登上来了 你看欧洲多惨 对 欧洲多惨 多惨 这是一个现实的状况 他宁可把欧洲吃干妈净 吃干妈净 自己的朋友 自己的盟友 是最容易吃干妈净 宁可为了美国 牺牲欧洲的利益 对 对啊 你看嘛 当时油价涨很多的 美国卖给欧洲的油价 跟天然气 都还比一般市长还挺贵四倍 不要你就不要 用这种态度 要对付自己的盟友 是 所以我们很清楚 不管说福州的 这个参与人卢比喉 他是古巴的后裔 他是古巴的反共后裔 因为古巴共产党执政嘛 他们家是跟共产党 是对立的党派 所以逃亡到美国去 那就成为这个美国 有很庞大的福多里拉 只有古巴裔的选民 他这种选民选出来 那被认为是个极右派 本来据说川普要选他当副手 后来发现 范斯选票基础比较高 所以用这个方式 就换上了这个范斯 那没有错啦 现在说 美国会继续跟中国 进行对抗式的竞争 会多激烈 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不理性 但是中国能不能有效的 对应这样的方法 我们也在观察 所以两强相斗的时候 就可能踩死底下的蚂蚁 那台湾作为一个 两强争斗的一个 地缘政治的焦点 很可能 不管中美谁输谁赢 台湾都会伤痕累累 是 台湾是不是真的会势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呢 比方说我们可能要自掏腰包 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什么 更多的国防军费 我请教一下这个张将军 因为当我们在关注的是 卢比欧都在讲了嘛 台湾应该增加国防支出 然后再加上欧布莱恩 这位前国安顾问 不也在强调 台湾应该把国防预算 要提高到GDP的5%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在问 到底要提高到什么程度 川普到底 倒是如果真的要 台湾要付出代价的话 他如果真的入主白宫 那我们台湾呢 现在当大家都在批评 可能都在质疑的时候 那我们看在野党 面对执政党 民进党的这个做法 非常不以为然 结果呢 国民党团批 民进党政府 是一直在听 美国爸爸的话 在增加国防预算 反而离战争更近了 结果行政院的发言人 怎么说呢 说台湾没有美国爸爸 也没有中国爷爷 我们守护的是台湾母亲 也是守护台湾人民的 自由民主的生活模式 是吗 真的是 为了守护台湾母亲 我们宁可付出更大的代价 来符合美国的要求 美国的利益吗 将军 美国要 他们这个建议 要把我们的国防预算 提升到我们全国 总生产的百分之五 那我们今年的国防预算 是百分之二连五 那百分之二连五的话 今年的国防预算 已经花了六千零六十八亿台币 那你如果要变成 提升到百分之五的话 那我们要一万两千亿台币 你就是一点二兆了 就是那么多 那我们现在已经 现在我认为这个方面 已经捉襟见肘了 因为我们海空特别预算 两千四百八十亿 已经是特别预算 就是动支未来的钱了 要两千零四百八十亿 是动支未来的钱 海空特别预算 都不够了 现在不够 所以要用未来的钱 那用未来的钱 你现在还要再增加这预算 将来到一点二兆台币的话 那所有公务员都没有了 你看我们有四大包袱 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 第一个我们健保 我们健保每一年都是亏 你现在我们如果大家 我是不是看病 我几乎很少看病 都几乎没有 但是问题是 很多人看病 现在很多是自费 是 你那个要自费 那手术要自费 那个药品要自费 那都要自费 现在这样的 健保的黑洞 你现在怎么办 你现在 你如果那个是把这个 几乎占了百分之五 大概就是 我们知道一点二兆之多 我们的国家总共税收通通 中央政府总预认才两兆 你就占了百分之 你就占了一半 你所有一半的 通通拿去做国防预算 你看国家怎么办 那我们讲到健保 第二个事情 我们还不要忘了 长照 长照最要钱的 大家都会老 年轻人 那些小鸟也会老 不是我们会老 大家都会老 大家都要长照 长照钱怎么办 你多少长照 那都要补助的 你长照怎么办 那你长照 你让这些老龄人 没有劳友所忠 那他怎么用 第三个我们来看 劳退 劳退基金 到现在为止 一直赤字 一直在吃 因为什么 劳退 他交的少 但理得多 你不能不照顾他 他是劳工 本来就是交的少 应该的 他锁的就少 不能在他招的多 那劳退的这方面 基金现在一直 那是个大窟窿 要不要补 你如果是增加到 国防预算 又吃到国防预算 劳退基金没办法补 不会破产不可 那怎么办 第四个很重要 教育 教育经费 你如果要省教育经费 将来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会出问题 你看多少大学 导电 我们希望这些钱留在国内 让这些学生 从国小 国中 高中到大学 通通受教育 通通应该国家补助 我都应该这个样 把他留在这里 然后如果他读研究所 读硕士班 或博士班 国家再给他一些补助 因为这些都是 国家未来的主人 你看看 如果我们把这些钱 都是教 我们讲的 当冤大头 被美国拿走了 提管机 而且买那些武器 我们有些是不要的 是 不会用 你买手榴弹干嘛 对 买手榴弹 你买手榴弹 我们手榴弹 我们自己就会做 我们干嘛买手榴弹 我们中科院就会做手榴弹 干嘛买手榴弹 每个捞走 M136的火山布雷系统 我们根本用不到 那是打城镇站的时候 才用得到的 我们通通都要去买 都大英雄大头 花了四百多亿台币 买腾客 四百多亿 现在腾客 根本不能用了 都是无人机的天下 你买腾客干嘛 四百多亿 你看看四百多亿 如果留在我们国内 给年轻人 给他创业的机会 给这些月光族 给这些躺平族 给他们机会 给他们创业能力 给他们钓竿 你不要给他鱼 给他钓竿 让他会钓鱼 他独立自主了嘛 我们想想 这四百多亿我想买腾客 我这烧手榴弹 怎么办 你这些我都认为 我们不要被美国牵的鼻子走 我们不要当冤大头 我们把这个1.2兆 留在台湾 好好照顾的这些长照 照顾这些劳工 照顾这些教育 还有照顾这些健保 健保是我们身体的健康 这没关系 那其他的人呢 他常常生病 他说现在自负而很多 很多的自费 是 我们希望福里抽薪 我们要照顾国内尤贤 是啊 我补充一下 好 来 这个陈世凯说 台湾是母亲 在民进党眼中 台湾绝对不是母亲 由哪一个政党 把台湾当母亲 会把台湾的儿子们送上战场 用装饰带装回来 不可能 这民进党眼中 台湾不是母亲 是女佣 只有女佣的儿子 才要被硬押着上战场去打仗 这是个道理嘛 明明知道打不赢 为什么玩这个游戏呢 没有别的方法吗 再来 还要找这个女佣 陪美国爸爸睡觉 什么时候 你民进党把台湾当母亲 我跳了就生气 你根本 所有的政策都把台湾当女佣 甚至还不如什么 还不如女佣 搞不好比同样是还要差 这是民进党的态度嘛 你知道陈世凯 要讲什么屁话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民进党这些脑筋都坏掉了 第一个 刚才那个江泽讲的非常的好 如果说今天我们 国王一算六千里 如果真的可以 解决台湾两岸的问题 我多了个六千里 每人都中国大陆解放军 就可以打不赢我们 很好啊 六千里啊 可是六千里干嘛 就花嘛 你是让我们买F-35吗 也不是 你叫我们买核子潜水艇吗 也不是 你叫我们买核子弹吗 也不是 或洲际导弹吗 多不是 你叫我们买什么 买AK-47 那花不了那么多钱 那我的建议很简单 如果真的就六千亿 那好 我请你美军来帮我们站岗 好不好 请一师 陆军 海军陆战队 请一师 看看解放军 敢不敢打你海军陆战队 六千里够了 请你一师海军陆战队 可以了 那如果你美国 不肯死你的孩子 那想好吧 你美国批准 批准民进党 去请那个什么 欧洲正在打仗的瓦格纳 六千里请多少瓦格纳 我算给你听 至少可以请十师 但如果说到台湾来比较贵 要贵一倍 那请五个师也够 五万人 那我们就从什么 淡水河口 可以布防到什么 可以布防到恒春了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不用 找我们的孩子上战场了嘛 那不是很好吗 那要不然 要我们多六千亿是吧 填美国军火山的口袋 把他的库存 火山布雷战车 通通扫到台湾 手楼弹通通扫到台湾 快过期了 我们台湾是什么 是过期货的杂货店 是不是 这个不是问题嘛 你明镜然到底脑筋 清不清楚 那我这样讲 你觉得听得很刺 可事实上就是 他已经要逼着台湾的台积店 搬到美国被美机店了 只要总公司换一下 不是什么难的问题嘛 台湾变成什么 海外工厂我跟你讲 这个是根据 军文网站的一篇报道 它里面有提到说 有看到一个卫星影像 是在武昌造船厂 上一月十五号 拍摄到的画面 让人觉得好奇怪 主要是说 在这里有039A型系列 常规柴电动力潜舰 那么它停的这个位置 通常是安装新下水的潜舰 结果不但是看到它的身影 而且这旁边还有四艘起重船 在作业 到底为什么呢 那么作业区的右侧 还有专门吸附水面油屋的 橘色围油栏 本来溪流的浮动码头 也出现位移了 所以就在质疑说 是不是这个代表 这潜舰发生事故 甚至轻负 中国的潜舰会出事吗 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 这个舰长的看法 这个应该不是事故 而是意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 中国大陆 它有两个最重要的造船厂 那一个是在 葫芦岛旁边的 这个渤海造船厂 它是专门制造这个核动力潜舰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武昌造船厂 它其实就是做裁电潜舰 那我们来看看 现在这张图呢 其实很清楚的表达出来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旁边 有非常多的 无论是讲起重船也好 或者是拖船也好 它都要在那边 稳定这一艘039的裁电潜舰 那这艘潜舰到底会发生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其实因为它还在造船厂内 所以都还没有交付给解放军使用 那在船厂里面的这些船 如果一个不小心 它没有 因为它还没有一个完整 像解放军 或者是像各国的军队 它都有一个双重检查表 就是例如说我们出港 要完成哪些防险的关闭 那例如说我们现在要进那个 要深浅的话 我们要有哪些的准备 那它没有完成这一些 它就开始放到水里头去 那有几种可能 第一个也就是它的管路没有关闭 例如说我们可以 一般大家比较容易想象的 就是它的鱼雷发射管 它没有关闭 因为它还在造船的过程当中 那它也只是连海事都还没有做到 它只是完成了在陆地上组装 它准备放到它这个造船厂里面 旁边的港里面去做细薄测试而已 那它我们刚刚讲的一个 也就是它的鱼雷发射管可能没关 另外最可能的 因为应该就是它的海底门 海底门也就是我们要冷却这些 各种装备从水下吸这些海水 来冷却的主要的一个进口 那它那个管径其实是比较大的 那为什么要这么多的 无论是起重船或者是拖船在那边 因为它必须要不让它翻覆 因为翻覆整个一翻的话 它不是倒扣的问题 它是一撤在那边 它的水会源源不断地进去 那进了船 那进去之后 为什么有那个橘红色的 那个蓝油锁 因为它虽然它还没有加注一些 无论是柴油或者是机油 可是它本身在造船的过程当中 它也会有一些润滑油 它都会溢出到水面 现在中国大陆有关于这一些防控 或者是这些污染的部分 它也管制得非常的严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 看到这一些 那小舰长就要接下来讲 这艘船到底是什么船 那我的研判呢 其实就是这一艘039的 这一个彩电潜舰 那这一艘潜舰比较特别的 也就是它上层的帆罩 长得不太一样 是零形的 那到底哪里不一样 我们对照另外一张 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我们现在一般看到的潜舰 它的繁照都是这种垂直的 例如说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海昆舰 也是长成这个样子 那它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其实也就是当这个 声纳的音波打到之后 它就类似我们一种逆钟的设计 它会向其他地方反射 那也就是它不会直接的回到 声纳的这个方向 这一个大家想说 这脑补没有 这个已经做过相关的测试 而且已经发布在 水中深血的相关期刊了 那这是我们所看到 那当然我相信 有很多好事者 就会讲到另外一件事 也就是去年八月的时候 他们都在谣传 谣传有另外一艘093 商级的核动力潜舰 它说一开始是讲说在台海 后来又讲说在南海 后来又说到黄海 发生了问题 这快要把中国大陆所有的 海虫不念完了 到底发生在哪里 问题是什么 就没有像这一次这个照片非常明显 它有那个吊船 那如果说我们讲说 如果在海上发生这种事情的话 就会有潜舰救难舰 就直接在那个附近进行救难 上面有人是如此 那要挽救这艘潜舰的话 它也会有相关的起重的船 或者是拖船在旁边 其实一直都拿不出这支照片 然后这个到底是谁讲的 这个一开始的来源叫做陆德社 陆德社是郭文贵下面的一个媒体 郭文贵不是要去关了吗 就是靠这个陆德社在骗钱 那不是陆透社 不一样的 他讲的很像 翻译的很像 其实是两个样 那而且他有模有样的讲 说他上面一共有五十五个人 可是他的一个承载的载员 一共是一百人 你五十五个人 不过一半多一点点 那也就是有很多的部位 其实都要 都要第二职务训练的人来担任 真的可以吗 别的船可能可以 水面舰也可能可以 潜舰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他还有非常多重要的部位 例如说核动力 核反应炉的部分 你可以这样做吗 那个时候我就是上这个节目讲 栗战群雄 两个来宾跟一个主持人 通通持反对意见 说就是有这个事 我说就是没这个事 然后结果果然 因为我政治不正确 从此之后 我就没有再上过这个节目 也就是说 这就告诉我们说 台湾 我们现在的各种节目 有各种对于军事的说法 但是非常多不正确的部分 为什么 其实他们都在做议题设定 其实他们就是要抹黑解放军 但是实际上内容都是不正确的 现在这一个跟解放军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他是武昌造船厂自己内部的问题 那造成的损失 那也当然是武昌造船厂自己来承受 是啊 所以在我们这边的分析 你不会踢到七十乘以三 等于两百一这样的论调 但是在那个刚刚 小舰长的事比较差 是啦 这个小舰长 欢迎常来 不过呢 刚刚小舰长已经把这个 潜见的事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这个呢 你说是事故吗 不 他刚刚讲说 可能的几个原因分析给你听 但是 大家第一时间就说出事了 潜见是怎么了 那说到了 这个军舰 除了你说潜见之外 其他的舰 你是水面舰 不能随便下沉 沉船当然是大势一桩 可是在今天很多的股民说 我的台积电是不是现在也沉了 来这个蔡伟源 今天我们看到股市 光是讲大盘指数的部分 跌幅又超过了2% 跌了529点 那大家最关注的 当然莫过于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在今天呢 看到他的这个跌幅也扩大 跌幅有3%以上 而且呢在今天呢 嗯 这样持续的跌跌跌 也注意到的就是外资 外资现在针对台股的部分 也是连六卖了 外资一共卖超也已经累计了 2087.7亿元 那当然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 是因为川普的一番话吗 那台积电的这个股价走势 变成这副模样 你看收盘来到这边 而且今天外资 单日卖超已经是史上第五大了 台币其实在今天也是贬值 贬到三十二点七八 最低来到这个价位 所以股汇双沙 台积电重挫 我要请教一下这个蔡伟源 真的 现在大家要准备 晨前一段时间吗 先说汇率跌到历史新低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很多人要卖掉新台币 买美元 所以新台币跌美元涨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术语 叫资金外流 然后有人会更难听的质疑 叫做外资外逃 那不管什么原因 反正就是卖新台币 然后买美金 所以美金当然就涨 那跟这个汇市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要卖新台币买美金 原因就是有很多人 在股市里面 把台湾的股票卖掉 满手新台币 那卖掉满手新台币去换美金 所以才会有这种股票跌 汇市台币也跌的一种联动现象 那外资在卖股票又很明显 所以你可以解释什么 外资在卖股票正要离开台湾 那离开台湾是短暂的 还是中长期的 不知道 现在还在动荡不安中 那为什么这一波 这么大的这个重杀 我们以前讲过 台湾的台积电 因为市值太大 而且我们的指数 又是用加权指数在算的 所以台积电这个莫名其妙 占了台湾的整个总市值的四成 有时候搞不好还会到一半 然后这样的一个这么大规模 台积电涨倍 就影响到了我们加权指数 所以你看我们加权指数 哇 张张张张 两万点 可是事实上有很多股票 还跌在地上 像利基电 名字跟台积电很像 它现在还二十几块 从来没有涨过 是 连电也没涨什么东西 那只有 还有大力光还跌了 对不对 所以只有什么 台积电一支独秀 看了整个大盘一直上去 所以大盘骗了我们 不是每一支股票都这么好 所以台积电如果跌的话 大盘就跟着重挫 那今天台积电跌到九百七十块 是一个很令人压抑的一种黑天鹅 可是是不是台湾今天股市都跌了 没有 我跟你讲 民进党的指标股 就是只要民进党越来越 拿到更多钱的话 它的这支股票就会大涨 这支股票叫云豹能源 大家忘了吗 它有个云豹小公主叫 记得记得 对不对 他有一个爸爸 就是以前的民进党新潮流的 大重要的一个财务人员 他今天掌田盘 开盘 啪啪 一路到底 从来没有跌过掌田盘的 大盘跌成这样子 云豹能源长这样子 他都没事 跟他无关 这什么意思 民进党准备九千例来做新能源 这家公司专门做这个生意 你说他能不好吗 他就是今年的高端 那 逆势上涨 是 那我不得不看 我们到底台湾怎么啦 富国神山跌得冰青年总 然后民进党养得亲生的儿子 涨停板 就是有问题嘛 那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台积电这一次 从五百块到一千块 也是另外一只黑天鹅 什么叫另外一只黑天鹅 就是因为OpenAI 发表了欠了GBT 带动了NVIDIA股价上涨 NVIDIA生意大涨 那NVIDIA下单给谁 下单给台积电 所以NVIDIA总共股价 同样的期间里面涨了多少 涨了十二倍 台积电才涨一倍 是 所以台积电也是小涨而已 它今年大概每一股 可以赚到将近九块多吧 那成五十几块吧 五十几块 每一股可以赚到十九 所以你乘以二十倍 也不过一千块 那为什么这种数字 就是因为NVIDIA股票大涨 带动台积电小涨一倍 这是一个黑天鹅 正向黑天鹅 现在跑那个川普 互相的黑天鹅 就把他从一千块打到九百七十块 可是会不会有涨的机会呢 看样子 他如果继续惊险下去 整天在哇啦哇啦喊 美国的ADR的台积电股票 就继续会卖 继续卖 台湾也会跟着卖台积电的股票 那台湾的股市就联动效应 就一直跌啦 那川普到底讲什么啦 大家都心里有一个很 不得不打个喷嚏 就是台积电可能未来 要把总公司登基到美国去 在美国缴税 确保川普开心 要不然你不晓得 他拿什么棒子来打台积电 可是蔡委員 你知道昨天其实台积电 还法说会呢 在昨天下午 就显然就是投资人 还是不买单啊 照卖不误 不是啊 信心喊话没有用是不是 你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 讲得再口沫横飞 生意再好 可是你魏哲嘉 毕竟小咖的啊 因为比起川普 你觉得是小咖的 川普觉得是大咖的 所以假如在这种 地缘政治里面 你台积电要稀释这个风险 非常困难 所以对大家来讲 只要川普张个嘴巴 一直喊到十一月 这个时候台积电要涨 那心脏要很好才敢去买 只有买单就少了 一下台积电就一直往下滑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台湾 最痛苦的地方 这样也不行 那也不行 都要齐悦离 美国的川普爸爸 川普爸爸又比拜登爸爸更凶狠 所以对台积电来讲 当然是他可歌可泣的一块肉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心里有数 而且再加上民进党政府 不会保护我们台积电 你看个例子 当时美国拜登政府施压 现在要三星到美国去设厂 给了条件比台积电还要好 请问今天三星设厂了没有 没有 他说你要先给我钱我才干 结果台积电是没拿到钱 就先去干 为什么 因为我们民进党政府 要取悦美国 可是为什么隐习乐政府不用 还可以到白宫去唱什么 American Pie 大语差很多 我经常开玩笑 Intel是什么 亲生儿子 然后什么 那个三星是什么 是养的儿子 然后台积电是什么 外面捡来的什么 靠护航的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蘆薈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蘆薈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